T-PASS 通緝月票 上路的第一個上班日 民眾排隊 有些市民還不太熟悉 加值和搭車流程 原本想說昨天已經 1號了 今天再來就好像 好像也是一樣中號這樣 看起來還是蠻多的買的 好用嗎 還不錯 一個月大概省多少 一個月省大概1000吧 來回一天大概 大概70 74塊 所以這個月卡蠻好用的 對 划算 來 T-PASS 這邊 來 請坐 客運和火車站服務台 都有排隊開卡人潮 因為不少民眾誤以為 不用開卡就能使用 橫跨北北基陶的T-PASS 月票可以直接購買 也可以在原本的悠遊卡內 儲值1200元設定 不過兩種途徑都必須到特定的窗口 設定開卡 我以為直接儲值就有了 結果還要來設定 今天有沒有拖一點時間還是還好 有啊 這樣子有拖到大概5分鐘 1200的月票它儲值以後 它並沒有去開通 所以你上車以後還是扣15塊 所以買了1200的月票 儲值以後一定要去台鐵或是捷運站 或是國王特印的這個金融站 去靠卡 去開卡 金融市長謝國良 一早就從惡訊循環站 手持T-PASS月票搭乘試工車 在車上還有民眾詢問相關訊息 一個月1200元都可以無限使用 在哪裡 在火車站那邊可以買 火車站 火車站 來到國光客運站 謝國良視察民眾處置情況 不過機器似乎有點卡卡的 讓民眾花不少時間 辦理開卡 這台銷收集沒辦法出的話 那就特別難 昨天跟前天都速度很快 然後今天 今天就變很慢 120了 對 120了 謝謝 隨後謝國良前往火車站 視察民眾持T-PASS 走特定通道情形 針對民眾反映 目前沒有自動儲值功能 謝國良表示 會向交融部反映 希望能夠提供更便捷的服務 每個月用到月底的時候 還是要零貴來申辦 下一個月的月票 然後要月獎1200 當然會覺得現在的制度 每到月底的話 應該很多人都會過來 延續他們的月票 應該每個月月底 都有不少人 所以我們研商 如何未來可以做到自動儲值 不過先讓這個月票上路 先讓民眾習慣 我們剛剛也碰到一些民眾 他說他每個月 其實每天其實有上百元的 通勤的金額的使用 所以這個月票對他來說 一定可以省下不少錢 那當然也剛剛也看到民眾 其實有在計算 那有一些 我們也還沒有考慮要使用 總之 假如使用這個1200月票 可以搭乘台鐵 客運 風車 北捷 甚至U-Bite 對我們的通勤組 有便利的話 也比較省錢的話 鼓勵大家盡快的 來申辦使用 那我們預估 在大概從早上7點開始 就會有比較多的通勤 或是通勤的民眾 那也的確我們發現就是 比較多的民眾 已經開始使用了這個月票的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在之前 車站的設定 就是會設所謂的專用通道 以及因為有所謂 還是有部分的民眾 他會使用的是一般的悠遊卡 所以他還是有所謂的 傳統的通道 那這兩個部分的話 我們今天早上 都會有加派人力 來做引導的部分 在的確也會有一些民眾 可能會有排隊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會引導 做所謂的適度的分流 也包含就是在買票 這個售票窗口的部分 我們現在也是開 一般窗口 跟專用窗口兩個部分 在人潮比較兇濃之後 我們就會他們來做一個分流 來疏散民眾的排隊狀況 月票剛上路 第一天上班日 狀況還真的不少 不過因為價格真的很划算 還是讓通勤族很有感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小伯母